有一个小孩,他妈妈地位不是很高 怎么说呢,偏房偏欺 在过去这个政法叫嫡系 除此之外,一概类同 有些权贵的分成很多个等级 很多个,但是也不行,这个叫欺 这个叫欺 所以,过去也是一夫一妻夺妾 按道理,原装的好,但这个不行 排挤,打压 甚至赶出门外,让他嫁给别人 但这个小孩,只能在这边生活 这一过就是五十多年 古人写东西,流传下来多不容易 这个当中有多少血酸 痛苦的忽视 忽略了 那,后来长大了,当官的 就出现了 听说陕西某个地方有线索 于是,就弃官徐母 下来的决心 走之前,说 母若不还,我亦不还 然后就到处找 找到了 已经白发苍苍,七十多岁 那,这种事情啊,什么时候都有 现在,我们也可以理解 就应该这样 但在过去 当官的 大都是有学问 才能当 这是正途 这叫公 他叫因公费私 过去叫忠孝不能两全 这是很不得已的事情 因为在过去 把这两个看,都是相当的重要 但是 公彼私还要重要 现在人不以为然呢 说 我就应该找妈妈 可想,这个人 在过去他也是 走之前把人家都料理好 衔接好 对人对事 才敢放下 过去 修身其家之国 凭天下 你这个家修不好 你是 不好在外面做事的 一个是有后顾之忧 二一个是 从本性来讲 不是如此,表里不一 也很难服众长久 自于养而清不戴 疏于静而风不止 这一过 五十多年 一辈子 就几十年 很可能 就见不到了 很可能就活不到那个时候了 很可能有一些意外 所以 现在人 都不配说这种话 你说我为了忠而不孝 你为了谁呀 你忠于谁呀 静忠是要报国的呀 忠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 你说我有理想有报复 有能力 也不行 你得有机缘 有福报 所以慢慢来 我有事业 你是谁的业 你是赚钱养家而已 你为自己吧 还包装的怎么样 更是一官免堂皇 甚至一官亲手 还有句话叫 孝子床前一碗水 胜过坟前万丈回 真的不能等 家人希望 就是常看看 常问候一下 关心一下 不需要你多有出息 现在人都知道